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8点到10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商业台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你就可以发现 对不对 这一小段时间以来 这是赚得非常的多 来 我们来看看 大中空今天亮灯涨停版 来 先来看一下 是不是 那就是每天公开跟大家讲的 亮灯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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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其实都很容易赚钱 而且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都公开说的 是不是 从第一根涨停开始 你就是完全公开印证的 我说大家不知道的 车用的AR 元宇宙 其实AR用在抬头显示上面 以后就是投影在整个的 导风玻璃上面 这商机有多大你知道吗 是不是 以后早晚就是所有的车 大概都会配上去 这商机够大 然后元宇宙也是 从屋到有的新商机 航开又通过认证 全部都是之前没有的新东西 全部都公开操作 这一天涨停之后有震荡一下 然后震荡一下以后 今天又涨停了 你全部都公开操作 都是公开印证 那其实我觉得新科技下面 商机就真的很大 是不是 来看看 现在我们开车有时候就是 一般就是挡风玻璃 那你有时候看手机就要低头 对不对 那有时候要看一下导航 要看一下旁边 是不是 因为其他东西都在仪表板上面 但以后的科技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以后科技就是把它都投影在你的挡风玻璃上 而且这个已经要开始了 是不是 那已经要开始了 现在有些已经把少量的东西用上去 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对不对 那以后你的挡风玻璃 你根本不用低头 对不对 所有的资讯都整合在上面 所以我就说 有很多人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你看我节目就最清楚了 你看我节目都清清楚楚的告诉你 对不对 以后你开车大概就是这样子 前面有一台车 我们现在平常开车的话 就是很单调 对不对 你要看那些资讯你都得低头看 那以后不用 是不是 车具有多少 你现在的时速多少 限速是多少 对不对 全部都会告诉你 然后再来你接下来要怎么走也会告诉你 导航也会上去 对不对 然后附近的一些重点的路标 哪里有什么东西也都会上去 然后再来你要往哪里走 它也会显示在上面 是不是 甚至于你要转弯的时候 你们路都会告诉你 你接下来要左边转要右边转 导航也出来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天雨路滑的时候 这是我们平常 以前那时候如果下雨的时候 那个视线很差 对不对 雾茫茫一片 对不对 以后的话 所有东西全部结合在上面 都mark给你看 对告诉你 什么东西有什么 什么东西有什么 对不对 那更进一步的话 以后 根本你如果休息的时候 大概就把它全部变成一个大萤幕 对 喜欢玩游戏吗 是不是 喜欢看片吗 对不对 以后最后终极就是这样子啊 全部都在上面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了 那个是已经要开始了 是不是 已经要开始了 现在有些已经把一些小资讯先放上去了 对不对 东西都出来了 产品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明年成长空间超大 你要想看 这是明年比今年更大 对不对 明年比今年好 那后年又比明年好 对不对 你想想看早晚车子都会改 对不对 而且现在车子就电动化 是不是 早晚都会改 就好像手机里面 一个人用了什么东西一样 最后大家都会用的意思一样 对不对 你要不要用你可以选择 但是以后中间配件 就是会配上去 就是会把它配上去 那要不用用是你的事 对不对 新科技 你看我跟大家讲的 我们买的都是新科技新标股 对不对 都是最新的东西 对都是人家还不知道的 这样才空间又特打 对不对 那你看今天是 一二三四第五天 今天是第五根涨停楼 有没有 而且是很早今天 早早就涨停锁住了 对不对 九天都会涨停锁死了 所以你喜欢新标股吗 因为我觉得本来 第四季就是新标股最多的时候 而且第四季都是在反映新题材 是不是 要灯今天也涨停 有没有 来看一下今天 也一样涨停锁住 是不是 248块钱 有没有 今天亮灯涨停 涨停锁住 来 这是一百多块 一百六十几 对不对 今天涨停多少 248块 马上就要差一百块 对吧 差距很大 是不是 而且我一开始就讲过 有没有 全世界只有五家而已 另外四家都在欧洲 剩下的只有一家 全亚洲只有一家 全台湾也只有一家 就是这一家 技术能力超强 其实它的核心能力是很强的 但是天线起家的公司 对不对 那天线用在5G上面又很重要 对不对 非常重要 所以各种天线 包括大型的 包括阵列的等等 它的核心能力很强 然后又有这个 在欧文跟低轨道卫星 这边的全球少数的实验室 是不是 所以中华电信的合作 对不对 因为中华电信全台要铺 所以你说明年这商机有多大 现在就已经开始了 是不是 明年更大 有没有 车用也要天线 有没有 车用天线已经开始出货 而且还是T21供应链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会飙 那你要做什么事呢 你觉得你应该做什么事呢 其实你就跟上来就好了 对不对 你就是第一时间跟上来 该买的时候买该买加码 做加码 不就这样吗 是不是 而且我都公开讲 对不对 我公开告诉你 你要买 你不知道怎么买 你就打电话进来 打电话进来 对不对 当然最好你可以把你的资金 或是你的股票也告诉我 那我就会告诉你买几张 是不是 你随便买10张的话不得了 160几块到今天248块 你看差多少 你单单10张就好 10张就已经80几块了 是吧 你又可以买更多 很多人都可以买更多 对不对 所以我们标股一档比一档强 这都是新科技的标股 新科技新题材的标股 所以我们做股票本来就是往前看 对不是看过去的东西嘛 过去的东西其实他也没有说不好 但是呢 总是反应过啦 对不对 再来成长空间也没那么大 但新题材就不一样 成长空间就大 而且都是有独门利基的 像这个是全世界只有5家 全世界只有5家 你扣掉4家在欧洲 全亚洲只有一家 你说利基性强不强 对不对 摸下看 来这才160几 有没有 每一天都跟你讲 其实你都可以上车的 那任何时间你有上车 你全部都赚大钱 对不对 第二根涨停 然后又创新高 是不是 创新高以后洗一下又涨停 对不对 第三根涨停板 是不是 然后在第四根涨停 对不对 再震荡一下之后 今天第五根涨停 有没有 已经到248块了 248 当时在160几 所以你觉得你应该买新来救的 如果是我是买新的啦 对不对 如果是我一定是掌握这个 接下来的新科技新标果 对不对 因为到明年又更好 是不是 你会看到那个东西越来越多 现在很多人还搞不清楚的时候 很多人还没有部位 对不对 很多人还没有进场 接下来你就会看到营收开始进来 获益开始进来 当市场开始慢慢的越来越了解 这一些新科技的时候 他们股价不会是这样 他们股价就不会是现在这样 对不对 那时候股价要更强 所以我说新科技新标股 你要做就跟上来就好 因为你跟上来你就 你就很容易知道 你什么时候买嘛 你应该要买几张嘛 对 尤其很多朋友手上是资金很多的 是不是 你不是只可以买一两张的 很多人是随便买二三十张都可以的 对你看这一叉又是几百万 对吧 我们来往下看 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NVIDIA最近话题很强 股价也飙 NVIDIA说原宇宙的这个商机不得了 对不对 将来非常的大 好 那上次他有一次有发表会 对不对 就把全世界都骗了 是不是 因为弄了一个虚拟的替身 大家都没发现 对不对 因为完完全全就是微妙微笑 跟真的一模一样 大家都以为是他本人 大家都以为是他本人 结果后来发现不是 最后他告诉你 那个是我们家的虚拟替身 来看看NVIDIA的原宇宙的虚拟替身 是不是 之前的发表会黄仁勋 就大家都以为那是真的黄仁勋 结果不是 这太像了 像到没人发现 最后他自己告诉你说我那是替身 对不对 原宇宙里面要虚拟替身 原宇宙本来就是一个 对不对 一个新的网络的新世代网络 那里面的话你除了要AR进去之外 你还要什么 里面要替身 是不是 虚拟替身 虚拟的身份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谁有 我们来看看其实 药灯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来 这个是药灯的 凝人化模型 还有虚拟模拟的软体 所以你知道新科技的空间有多大 商机有多大 对不对 Open Run跟低轨道卫星才刚刚开始而已 还有一个更大的人在后面 所以你说股票不要标 所以你说股票会标 对不对 股票当然标 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跟大家 带大家赚的都是最新的标股 对不对 都是新趋势新科技的标股 对不对 走在最前面的 然后又最会喷的 是不是 所以一口气已经五根了 第五根掌体 对不对 那真的是太像了 是不是 我说 辉达的这个虚拟化身 它那个虚拟化身 真的把全世界都骗倒了 对不对 谁看得出那个是完全就一模一样 对不对 这个就元宇宙里面的AR之外 另外一个东西 是不是 每个都要替身吗 你想想看以后元宇宙 大家都进去之后 要多少虚拟提升 那个非常非常多 那个非常非常强 是不是 商机超大 所以其实会答讲的是 我认为会答讲的是真的 那个商机是无限大 这就是新一代的网络 对不对 新一代的网络 所以才说大家一定要把握 我们的新标股 而且我们其实标股一档接一档 标股一档接一档 不是只有大众控今天涨停板 是不是 药灯今天涨停板 两个都五根涨停板 对不对 在这之前 你记得我们预创是这样赚的 你记得我们预创是这样赚的 对不对 当然这里要整理一下 我也不建议你这边马上再进去 但是你可以跟我这样子买这样卖 对不对 记得我们当时的预创 我们代表做很多 对不对 建汉也是 这次之前已经先出一趟 但建汉当时也是全部公开印证的 我们标股一档接一档 对吧 一档接一档 对不对 每个都很强 对不对 每个都是新题材新概念 每个都是别人不知道的新东西 所以做五块就是要这样做 对不对 你不会做过去旧的东西 我不是说旧的不好 只是说 它就很难有 不一定会有那么大的爆发力 对 但新东西大家都不知道了 那空间就更大 是不是 所以还没有跟上真的要跟上 不要让你的钱闲置 对不对 不要让你的钱没有发挥它的效应 因为你明明就可以这样赚 那全部都涨停板不是很清楚吗 大家都知道啊 对不对 今天涨到九点多的时候 大众控已经涨停了 是不是 十点多的时候要登涨停了 那这更不要说稳德 一路拉一路拉 今天是一天当两天用 对不对 大涨超过一根涨停 好 所以呢 我昨天就提醒你了 而且我就公开告诉你 大家不知道的标股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连今天早上进场都可以赚很多 你连今天早上进场都可以赚很多 所以你看我们买是不是都起涨点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都买在发动前 是不是都买在喷出以前 对不对 不是已经冲上去以后才告诉你 是吧 所以你看这个就很清楚 对不对 你想要赚钱 想要赚到最好赚的那一段 最标的那一段 你当然就要跟上来 对不对 稳得超强 其实它空间真的很大 你要搞清楚那个逻辑 你就会知道你真的可以赚很多 来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接 新的标股带回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棒比特带回来 我们下转了 去吧 自家里有没有 两年来 被锁定非凡抢先报 我们下转了 再随便 这空间 平凡权 来》 转发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欢迎回到现场来 所以标股都事前就带大家先买好 所以你这样先买好之后 然后再来就喷出去 而且我一定还可以当两天用 对不对 这感觉其实还蛮不错的 是不是 因为昨天我就已经很公开的 把这所有东西再跟大家讲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新标股一开始的时候 市场还不知道 对不对 那我带你先知道 所以我昨天用很多时间跟你说 六七六月稳得 它是少数通吃未来新科技大商机的 少数通吃大商机的 是不是 就是说你现在所看到的那些 低微道卫星也好 5G也好 电动车 元宇宙 全部都会受贿 而且全部都会吃到那个大商机 所以那个是非常非常大商机 因为它不是只有一个题材 对不对 好几个题材 对 等于所有的新科技都会吃到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把握 真的你一定要把握 而且你知道其实像很多元宇宙 或其他的新科技里面 你现在今年就赚到10块钱的 还真的很少 它是今年就赚10块的 对不对 你明年十几块的时候你要想 你起码30倍的PE吧 对不对 30倍的PE你看空间有多大 股价才多少 昨天160几而已 对吧 来 股本小利基金有强 筹码又集中 是不是 董事长兄弟 对不对 就是董事长兼总经理 还有一个是副总 这样加起来已经五成 两个人就五成 对不对 而且它是少数 从头吃到尾的 不只是每一个商机都可以吃 而且每一个商机都可以 从头吃到尾 所以我昨天就把这个整个东西 当然要先从这个 有些大家不知道的东西开始讲起 因为标股通常一开始说 大家都不熟 市场都不知道 比方说大家可能看到报纸上写 或者是偶尔听到有人说EMC 你又不知道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就告诉你EMC是什么 是不是EMC叫做电磁相容 那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东西是两样 对不对 EMS跟EMI 那EMS简单说 对不对 就是不要受到别人的干扰 那EMI就是你不要去干扰别人 那这不是说是一个电脑里面 要一个东西而已 不是这样子 是里面的每一个元件都要 对不对 一颗IC里面 你必须要不受到别的IC影响 你也不要去影响别的IC 对不对 再扩大一点 一个元件你不要受到别人影响 你也不要去影响别人 是不是 因为现在的零组件越来越多 越来越精密 功能越来越强 对不对 电流越来越大 电压也越来越高 效能也越来越大 然后晶片又越来越小 是不是 所以很容易会互相干扰吗 我影响你 干扰到你 你影响到我 那最后不就整个都乱掉吗 所以每一个IC 也好每一个元件里面它都要 都需要这个东西了 那你想所有的新商机 这些商机里面 几乎每一个都要 而且这商机有共同的特点 它们的需求都是越来越大 对不对 像5G嘛 5G你就要嘛 是是 5G基地毯你一定要嘛 对不对 电动车也一定要嘛 电动车里面的零组件又比以前更多 是是 早期是普通的汽车的时候 它还没有这么多电子零组件 你现在一大堆电子零组件 你不能干扰我不能干扰你 然后我们合起来也不能干扰别人 对不对 车跟车之间不能干扰 车子里面的零组件之间也不能干扰 对不对 所以那个是需求量会暴增 因为我第一个元件就增加了 然后我又电动化之后 对不对 我的这个电流又变大 对不对 还有电压 我就更容易互相干扰 所以我就一定得 重要性又更大 是不是 所以商机又更大 对不对 还不只是这个 低轨道微信要用 对不对 元宇宙也要用 对不对 元宇宙又一定更要用 是不是 所以我说通吃所有商机 通吃所有商机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 他还从头吃到尾 他还从头吃到尾 有一些公司他是做 像我们讲这些新的科技里面 有一些人是做IC设计 他做IC设计那块饼 那有一些人是做测试 他在测试那块饼 对不对 有一些人是做认证 认证不是很多人可以做 对不对 但是他是从头到尾 对所以我说从 一开始的电路设计 IC的电路设计开始 从电路的设计 到这颗电路里面 你所要用到的链子零件 对不对 你所要的零组件我卖给你 设计我帮你做 零组件我卖给你 然后测试我帮你用 那测试的时候中间有错 怎么去修改 我再帮你弄 弄完了之后 最后你要认证 实验室我有 而且我是全球少数实验室 然后我还可以发造 对不对 我帮你设计完之后 东西卖给你 零件卖给你之后 再帮你测试完了之后 最后全部 我还直接就发证照给你 你说那商机大不大 那是每一个商机里面都会吃到 然后每一个商机又从头吃到位 所以我就说那明年 今年就已经十块钱了 明年你说随便十几块钱 你本益比至少也三十啊 那你看股价有多大股价 是不是 再加上股本又这么集中 对不对 筹码五成就在两个人手上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会用到 所有的电子零组件 全部都会用到 你IC要保护 所以全部东西都会用到 体积越小的 效能越高的 速度越快的 越高平的 全部都要用到 以上全部都会吃到这个商机 而且还是从头到尾都吃到 有没有 所以我就跟你讲 谢谢 来我昨天就跟你说 标股很多人都还搞不清楚 你就赶快把握就对了 应该还不错吧 因为你今天早上开盘下去买都赚很多 你知道吗 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165块开盘 165块开盘 189块收盘 有没有 今天一天你就一天当两天用 今天一天就15个百分点 你今天开盘下去买165块收盘 189块 你一天就差20几块 所以我就说 你说你要不要买标股 你要不要跟上标股 人家是一天赚不到一根涨停 我们是一天超过一根涨停 而且不要忘记我们大众空也涨停 药灯也涨停 对吧 是不是 这个我们明天再讲好了 刚本来要讲这个东西 其实你知道原宇宙里面另外一个 这个检测分析很重要 但是检测分析里面更强的是实验室 这个其实也很厉害 好了这明天再补充好了 那我们先来看看 接下来的标股 那我每一档都事先预告的 而且公开操作的 那我现在要预告下一档 下一档 大众控两个题材 药灯 低轨道卫星 元宇宙 稳德 EMC 其实所有商机都会知道 还有一档 我觉得是非买不可 因为它是四个题材 第三代半导体 低轨道卫星 元宇宙 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 叫做雷达微波晶片 它是四个题材 所以你如果错过这个 错过了这个 错过了这个 那这个你应该要把握 对吧 你要把握啊 对不对 因为另外三个你 你有跟我一起上车 你就继续大赚就好 继续赚下去 那你没有把握到的这档 赶快来把握啦 就不要再等啊 对不对 不要再等啊 不要再等到 像我跟你讲要登 像我跟你讲要登的时候 跟你讲稳德的时候 你不买 是不是 我昨天跟你讲 你今天早上买你就赚饭了 明天最后买点新的一档 所以赶快跟上来 来明天最后买点 一定要上车 非买不可 要买的 现在就拿起电话 现在就赶快打电话进来 电话在下面 现在就可以播了 不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限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